那你关心今天的台北股市 其实是在震荡收红的 不过呢 在台积电刚开始开盘下跌的影响之下 其实指数开盘也是跌了19点 加上其他的电子股纷纷走弱 所以指数一度是回测到18346点 不过今天真的是要感谢金融股跟钢铁股在撑盘 所以指数一直是在平盘附近去做震荡 但是呢 在尾盘的时候 台积电又来了上演拉台的重要角色 另外包括了国泰金 富邦金 以及中钢等等全职股全力的拉台 中场呢 是小涨了61点 收在18436点 成交量但是也是比较少的 少于3千亿 台股13日开低 一度走高 占上18400点关卡 之后指数在金融族群台积电带领下 中场收在18436点 上涨61点 成交量2773亿元 三大法人买超174.28亿 而金融股因为2021年获利惊人 本周化身 台股就新 因为时代已经改变很大 所以我们都朝向这个世卫化来转型 能够把这个能够把它这个科技能够把它弄好 新售缴除量力成绩全年税后获利创近59年新高 母公司新光金2021年自节税后获利224.86亿元 也是创成立20年来获利新高 而且获利金额EPS在15家金控中都排名第七 日前也有网友整理金控股EPS排名 其中富邦金和国泰金表现亮眼 EPS均达到双位数 股名人数的人气王则是开发金 金控股的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它的本利比不高 就像我刚刚讲你说中信像元大 本利比都大概才十倍而已 那台新也大概十倍多一点而已 其实我个人选择股票 我比较喜欢挑这种低本利比的 因为目前毕竟大盘在相对高点 本利比高的话 你如果说假设大盘回挡 受到疫情干扰 你可能比较容易受伤 那再来就是金控来讲 最起码配息也都还不错 金融族群13日在大盘中展现多头气势 其中王道银行工上涨停板 新旺金台新金也有超过5%的涨幅 国泰金同样红通通涨幅超过4% 贡献大盘指数11.55点 超过台积电的8.34点 三立新闻林书贤默祥珍台北